我們看現在藍營一定要展現出他們的氣勢 跟他們的大團結 現在看到台中 台中言清彪還有言寬恒 這負責量究竟能夠給韓國瑜多少力呢 而且還是紅黑派一起整合 全力的要挺韓國瑜了 看到這一張照片大合照裡面 有言清彪站在李嘉芬的旁邊 而這邊則是張青棠紅黑派的代表性的人物 最旁邊還有一個就是言清彪的公子 言寬恒 言寬恒呢 那麼他現在也是擔綱要在台中 來全力的為韓國瑜來輔選 好 那麼我們先看看 這個戰藍公董事長言清彪 其實他語重心長講了蠻多的話 因為他對於現在國民黨內部 有一些人好像一會好像就是要選 然後就是沒有要挺韓那個意思 他都有點看不下去了 我們來看看言清彪怎麼說 好 對於這個地方派系要怎麼樣來整合 現在可以看到這台中紅派黑派都很重要 那麼現在都是要全力的力挺韓國瑜 您剛剛也看到了就是言清彪他的談話 他都說他看不下去了嗎 有人是不服舒適還想選事嗎 這點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嘉進委員 你怎麼來看台中現在一個整合的動作 基本上我想大家對於派系都有很多的想像 首先我想講說其實派系是一個創造出來的名詞 可能在地的在地方可以說是很多人的成長背景 可能命運比較相像 可能對於地方的期許理念 就是經營的理念比較相像 大家就會聚集在一起 可能對地方也有比一般人更深的一個責任 所以我首先還是希望說不要去污名化派系 如果換句話說民進黨黨中央這些 為了全力鬥爭 然後不願意面對蔡英文的這些執政疏失 然後不斷的黑函 然後想要打贏選舉的這些政客 才是真正的派系 這才是真正阻礙國家發展的石頭 大家一講到派系就會講說 我們中南部派系怎麼怎麼樣 其實我有時候也會想反問說 新潮流是不是派系 為什麼他們做了這些 包括安插了很多不同的 這些董事長 種種 仇勇 大爆炸是不是 對 就是可以做很多 就是只要顏色對 做什麼都沒錯的事情 當然我們也很期待說 就是大家用不同的眼光來看派系 我們只是一群 希望地方真的可以發展 然後真的希望說 可以幫助到這些庶民的 這樣子的一些人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去看紅黑 不要去說什麼地方派系 有分紅 有分黑 其實都是為了庶民在發聲 所以是無色的 是想要改變 希望生活能夠更好的 所以我們都覺得 韓市長是可以代表庶民的 而且他是唯一能夠代表庶民的候選人 這是為什麼我們在中南部 大家都願意站出來支持他 尤其我覺得農民跟勞工 是感觸最深刻的 因為過去其實我想尤其是農民 真的沒有辦法想像說 有一個總統候選人 是真正能夠了解他們的需求 然後真正能夠深入到基層 知道說他們的農田是怎麼管理的 知道說他們的農藥是怎麼使用的 知道說他們的銷售的管道 甚至他們整個拍賣的 整個流程都清楚的 那只有唯一只有韓市長 瞭解這由頭到尾的過程 所以農民寄予他的希望 是非常深的 尤其去年整個縣市長選舉 就是在這個11月24 為什麼可以讓這麼多縣市長 一起過關 就是等於是農民覺醒 過去農民都是支持民進黨的 因為民進黨他有這個地下電台 他農民務農的時候 他就一邊聽耳機 然後一邊在施肥的時候 一邊在撒農藥的時候 都在聽民進黨說 國民黨有多麼糟糕 不為農民著想 我覺得一邊施肥 然後一邊聽怎麼洗腦 對 就一邊洗腦 他有這個地下電台 他們就背著每天一直聽 聽到最後他們都覺得 對 國民黨就是大壞蛋 我們農民要這麼辛苦 就是因為國民黨都不支持我們 但是現在資訊透明化 他們看到韓市長 這麼的位在北農期間 可以說是創造出很多 農民的這個價格 這些蔬菜水果的價格提高 有在照顧農民 有在照顧農民 他們才感受到說 也許我們過去聽了地下電台 講的都是錯的 現在這樣子一直在黑韓國瑜 對農民來講 對那些最基層的 到底有沒有影響 其實我覺得最基層的這些農民勞工 他們看的是荷包 他們最深層的感受是說 過去三年民進黨執政之下 他們的荷包一直縮水 唯一只有在 韓國瑜在北農的時候 讓他們的荷包得以保障 所以我覺得 這才是他們真正相信的 所以這些農民我覺得 會是韓市長最大的後盾 因為他們深深感受到 韓市長過去守護農民的那一份心 我也很期待說 我們這些農民不要受黑韓影響 我覺得其實會受影響的是 微乎其微 因為他們都感受到 他們荷包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一直縮水 現在他們寄予韓市長的希望 就是說韓市長當選總統之後 可以秉持過去照顧農民的 那一份心情 讓他們過得生活更好一點 是 而我們其實看到 這個顏清彪跟顏寬恒這父子倆 展現的還有一個意氣 怎麼講呢 我們要請教一下韓濱 因為他們講了 最艱困的時候 就是韓國瑜現在最困難的時候 所以才要出來挺他 現在他們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這個父子倆講的都很清楚 口徑一致都怎麼說 其實你說跟郭台銘他很熟 跟王金平他們家也都很熟 可是問題是 國民黨推的人是韓國瑜 所以當然就是唯一支持韓國瑜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為什麼就是有人就是還是不懂 這就是我覺得 國民黨這個黨最奇特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們這個黨 不是大家一起舉辦了初選 然後推出了一個候選人 然後結果推出來有一個人 他說他根本不要參加初選 另外一個參加初選之後 蘇勒又不甘願 然後這些每天在對外放消息 然後這個國民黨黨中央 好像就完全視若無睹 然後黨內還很多人會擔心 黨會因此這樣分裂 我不知道這個黨在幹嘛 擔心什麼 我們的制度就已經規定是這樣做 不願意遵守這個制度 不就是要離開這個黨嗎 這個有什麼好想呢 這根本沒有什麼好說的 不就是這樣嗎 你看民進黨為什麼可以這樣 民進黨初選之後 所有人都認為 賴清德都被蔡英文做掉 可是那又怎樣 賴清德鼻子摸摸 當作沒這回事 而認了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 這個時候他如果拖黨出來參選 這個時候他如果說你初選作弊不公 民進黨沒有人會理他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知道要贏 就只有一個團結這條路 國民黨最奇怪的地方 過去國民黨已經不知道 多少是因為自己分裂 然後失敗 攻守把政權丟給人家 結果 今年看起來情況 根本就一點也不好 然後現在好像每一個都認為 我出來我會當選 我不知道這個 這到底怎麼算 我覺得很奇怪 像王金平院長還一副 我一定會到1月11號 然後郭董事長也是一副 好像他的民調會高 他有信心會勝選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不知道 奇怪為什麼 他們看到的民調 跟他們做出來的推理 都跟我們的判斗完全不同 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個是一個 國民黨本身的一個 嚴重問題 也就是這個黨 家裡沒大人 這個黨 沒有人願意去執行黨紀 這個黨好像就是一盤散沙 隨時只是為利益結合在一起 老實講 因為你們展現出來 給人家看的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好像大家都只是為了 政治利益結合 我光講一件事情 最近韓國瑜被攻擊 發生這麼多事了 有幾個人跳出來 幫韓國瑜講話 沒有 黨那個大人幾乎都不見 對不對 然後只是偶爾一些 地方的民代 或是什麼 偶爾一兩個人跳出來發生 其他人都當作 沒看到這回事 這個黨還在團結 你看民進黨 任何人只要攻擊小英 他們是所有人全部都上 大家全部去圍毆你 所以這個就是這兩個黨的 黨性的差距 我覺得民進黨有千班 不是萬班不對 但是人家基本上 有一個黨的黨性戰 國民黨 我說真的 如果還要持續戰 你這個不叫黨 你們解散回家玩殺 因為我換韓的可能性 也不可能換語 不要再討論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大概就是特定的一些媒體 跟輿論去帶風向 當然不可會演 就這一個月多月 韓國瑜基本上每天被黑兩次 然後每一個政論節目 從早上一開電視到晚上收播 都在黑他 標題都黑 我請問一個人 這樣被黑個兩年 能夠維持到現在 檯面還挺得下來 我覺得基本上 這要給他很大的鼓勵 再來第二個 政黨的奮激 大家不要去太多的這種 不要去想太多 這種利益的問題 我常常講 國民黨不是權力者的自助餐盤 我想要吃的時候 我就拿餐盤去撿兩個菜 我不想吃的時候 我就把盤子丟到旁邊 我覺得這非常的莫名其妙 這是把國民黨 當成一個回收物在處理 今天我想要選總統了 我想要選什麼事情了 我就用國民黨 寄居國民黨 然後我覺得國民黨不合用了 我就把它甩一邊 更何況還通過的是初選 初選 我昨天去Seven買一個東西 只有三個人問我同樣的事情 郭台銘要不要選 再來看起來都是所謂的 什麼知識欄 都會欄 有一個人說 他說我本來支持郭台銘 但是因為郭台銘初選輸了 他說他不能這樣做 他這樣子教壞小孩 遊戲規則定在那邊 然後我自己沒有得到勝利 我就把盤子 我把桌子給翻了 這怎麼去教小孩 怎麼教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要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道德 我真的覺得這也是一種 基本的道德 跟我們的遊戲規則 如果說這個黨 在這個事情上面 還要三心兩意 還要去換來換去的話 以後這個黨 沒有人要參加初選 反正初選也是搞假的 以後跟這個家俊委員 參加初選 除我第二名無所謂 我書版是二十無所謂 反正我登記一日 我照登記就好 這個民主政治 用什麼方式維持 我覺得黨中央 就是吳主席這邊 我覺得那個力道 我覺得還要再深一點 不要讓這些要選舉的人 三心兩意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受到 很多的誘惑 包括問你要不要去改變旗幟 跟他問你說要不要去轉頭 轉校其他陣營 我相信現在的誘惑 就已經出現在你的門口了 但是吳主席要把這個話講清楚 如果去候選人改變旗幟的話 對不起 馬上就開除 沒錯 沒有二話好講 沒有二話好講 民進黨離開 初選離開 自己參選的大多次失敗收場 我們不能讓這種 國民黨有什麼左右逢源 兩頭求取利益的機會 我覺得要想把他完全砍掉 再來一個 我覺得自己可能要負點責任 但還好時間還夠 因為還有四個半月的時間 我們就政治輪回得很快 我覺得像嚴寬恆也好 信龍介也好 都是終生代 肯戰能戰 願意戰的人 這個現在才能拿出來 初選結束一個月才拿出來 我覺得實在有點慢 其實大家都因因其盼 趕快把這個戰鬥隊伍把它承襲 在各地都有選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越觀望 你的行程速度越慢 你的民調就會出現盤緩 甚至往下跌 所以你的動作做出來 把對手壓出 把他壓離開這個決鬥的空間 我覺得對韓來說 民調看能不能這邊再突破重圍 對